政府明天起有条件给多类场地和行业重开 食肆堂食时间延长 客人必须要用安心出行 又或者向食肆登记姓名等资料 有餐厅就说 政府提供的二维码不够 要自行影印张贴配合人流 政府星期二公布放宽部分处所防疫措施 重开之后食肆可以开放堂食到晚上10点 最多4个人一台 湾仔这间小餐厅同一晚按新的要求 事行要求食客送苗安心出行 负责人说 当局只是派了一张二维码贴在门口 令人群更加容易聚集 难关系是进不来 主要问题是你不能控制客人手机用的程度 有些要开密码 开完密码又说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我们考虑了这件事之后 里面尽量连多些 有些让他进来才会掉 当局说如果食肆不跟重新要求 就只能够维持现有的防疫限制 即是堂食时间去到挨曼6点 同睡多两人一台 当局要求表列处所去年12月初申请好安心出行二维码 有健身业界就说健身中心一直未能够营业 超过九成都未申请 不过不少公司都是行会员祭 相信能够满足新要求 又说去到下个月初预约已经白门 很多市民都很久没有做运动 就是想有个报复式的健身 因为可能平时一个礼拜是做一两次的 但一知道开完就希望一个礼拜做三四次 因为其实新年疫情都肥了很多 大家都 booking基本上是由明天到可能2月底和3月头 基本上都是八九成夫的了 对于当局未来三个月 会资助场地员工每两个星期做一次检测 他期望之后继续给业界免费做检测 暴线电视机者 德文科报道